早安你好 欢迎收看早安8点 早安加分 甲凯 早安 小芬 我们好朋友 大家早安 好 提到最近的天气快把大家给高风了 一下子热 一下子冷 对不对 对啊 而且冷是冷到很冷耶 对对对 然后今天终于是出大太阳了 对 虽然不到寒流那么强 但是也是接近了啦 因为已经来到强烈大陆的气团 对 昨天有许多朋友说不是要回温吗 对 昨天才开始回温 至少我问他说 你有没有感觉上像前天那么凉 没有下雨 他说没有是没有那么冷 但是不是要回温了吗 是渐进回温 今天跟明天回温的幅度还会再更大 他说不是要像夏天吗 我说像夏天是要明天礼拜二 时间还没到 对 所以看气象报告要看清楚一点 这个天气很不美丽 真的是让人很烦躁 然后天气不美丽的话就容易长霉矩 对 尤其是 尤其是到了梅雨季的时候 那更是严重了对不对 为什么叫梅雨 有两种讲法 一个是霉子的霉 一个是发霉的霉 发霉的霉 对 另外第三种讲法是说没有雨 没有雨 好我们来看看 因为这个霉菌呢 就是在台湾亚热带气候嘛 对不对 只要你湿度达到80以上的话 就很容易长霉菌 在台湾太容易了 真的喔 对 没错 不准 不管是哪里啦 不管是哪里 对对对对 那因为霉菌呢 它很简单 它就可以生长了 只要你温度足 湿度够 然后呢 它就自己有养分 就在开始脏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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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 很可怕 而且霉菌 你要把它去除掉 好像没有那种容易 它好像会突然轻一臂 长根进去 对不对 就是因为这样子 而且它只要飞散的话呢 它就会开始生长 它掉落到哪里 它的包子掉到哪里 它就开始长了 是是是 所以真的是很恼人啊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用刷刷刷刷刷 看起来刷干净的 事实上它的根在里面 还在里面 没错 还会再长出来 对对 你看我们这个是天气的图嘛 对对对 温度就上上下下 上上下 当然是高低温啦 高低温啦 我们要看的话就直接看高温 高温这样子 你看在这边对不对 高温下来 或者你要看低温 看最底下 温度上去了 对 开始下来了 开始下来 开始下来 所以真的很容易 很多地方都会有黴菌产生 是 那家里头呢 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有三个热点 很容易会有黴菌滋生 但是你可能都没有发现 大家最容易知道的 应该是厕所 浴室啦 对 或者是厨房 厨房 这些用水最多的 缝隙的地方 对 然后另外像是墙壁的话呢 就是那个 譬如说你的窗帘 遮住的地方 你要打开一看 对 然后还有床垫 很多人会忘记这个部分 可是你换传当的时候 应该就知道了 就是会有流汗 会有湿气 对 可能一点点你没有什么在意 可是后来可能就会发霉 对 所以最好是厨师机常常要用 没错 没错 不要以为说觉得今天地板 好像有点湿湿的 用厨师机 对 常常一天当中开个几个小时 厨师很重要 那如果说真的是 厨师机好像不会太耗电 发霉的话呢 其实在家里头 有几个简单的方法 必备的白醋 还有苏打粉 对 这就是在这个霉聚生长的地方 苏打粉 清洗一下 可能大家比较不会去 比较不会去想到 对 然后其实说用喷的 比较没有效果那么好 不要直接喷 就擦掉这样子 你喷也可以啦 但是就是你贴一张 那个插手指 就是厨房纸巾 对 贴上去以后把它喷喷喷喷 让它连在上面 静置一下 对对对 放个一段时间 对对对 把这个霉菌给跟除 因为你直接喷的话呢 比如说漂白水 你喷上去了 像墙壁喷上去了 它不是就流下来了 对 你用一个厨房纸巾在那边 至少 至少它会比较保留一段时间 就家里可以去 注意一下哪些小地方 有霉菌产生的话 赶快很简单的 白醋跟苏打粉教大家 赶快去使用一下 对不对 喷在这些涨霉菌的地方 那一般大家比较常用的 应该都是漂白水 就是消毒水 对 没错 小苏打跟白醋都可以啦 没错 这个是家里头必备的一个物品 另外我们也说到说 很多网友问 这么多这么潮湿下雨 真是很烦躁 台湾到底有没有比较干的地方 台湾没有比较干的地方 没有吗 你看台湾 原来是寒极有没有 寒极不是细细长长的吗 对 对不对 四面都是海 这我们地形 对 四面都是海 所以台湾真的是找不到说 真正干的地方 在这个寒极里头 没有一个比较干的地方吗 对 没有 没有比较干的地方 你四面都是海啊 有人说 有人说 他们觉得台中 这个居住起来 觉得好像比较干燥 然后或者是彰化 云嘉南 就是中南部这一带 那中南部在秋冬的时候 进入了枯水期 枯水期就不太会下雨了 对不对 听起来好像比较干燥 不太会下雨 对 但是不要忘记了 四面都是海 它还是有水气进来 只不过这个水气 没有到那种下雨 没有到起雾的水气那么多 一整年平均下来的湿度 从北到南几乎差不多 那我去看一下 每一个月份 就中南部而言 每一个月份的湿度 也不会差太多了 大概就是在70几左右 有的是70出头 有时候是70几 接近80 那北中南的湿度 事实上差不多 我们来看一下 全年平均湿度 北部 大家都认为 北部比较潮湿 对不对 东部比较潮湿 对不对 74% 77% 你看台中跟高雄 74% 75% 其实跟台北也差不了 对也不差不了太多 下雨天数是有差 但是湿度上差不多 四面都是海 所以以科学的角度来说 潮湿的话呢 大家都很湿 对 你看70几 70几很湿 对人体而言的话 感受最舒服的湿度 应该50%左右 那如果在家里的话 这除湿机就一定要打开了 对 可其实就已经太可怕 然后再上去的话 就会有霉菌产生了 我们刚刚有说到 80的湿度 它就会开始生长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台湾 如果我们出国 去到比较内陆的国家 一般来讲 最不能适应的 大概就是湿度 湿度 有时候干到你 鼻子会不舒服 对没错 甚至呢 你可能稍微 咬一下鼻涕 就掉鼻涕 对 这个是湿度的问题 因为台湾太近了 那日本四面也都是海 像是我们听到 对不对 但是日本的国土 没有像台湾这么窄 东西没有这么窄 所以它只要离开海边 往内陆一点 它就比较干燥 难怪去日本 常常会有这个问题发生 而且他们会开暖气 对 加上他们又开暖气 你就觉得更干 提到这个湿度 可是我觉得 为什么很多人会说 台中太阳就很大 高雄太阳就很大 对 大部分的人会认为这样子 对 也是一种错觉 应该感觉上 不会那么明显 太阳也有大小眼吗 为什么北部的太阳就比较小颗 中部南部太阳比较大是没有错 这没有错 没有错 但是人体感受到应该没有那么明显 最主要是因为你觉得 中南部云量比北部来得少 对 所以你就觉得太阳光比较强 对 事实上人体应该感受不是那么明显 但是它也是真的太阳光比较强 因为太阳的直射点 大概就是南北回归线中间摆荡 越接近北回归线 当然太阳光就越强 所以北回归线经过嘉义 还有花莲 那你在中南部比较接近北回归线 当然是太阳比较强 难怪 你如果从北部下去的话 就觉得 怎么太阳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但是人体感受没那么明显 只不过因为它是比较晴朗 所以你可能感受到 原来这也有大小眼之分 那提到这个天气的话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暑夜 三月了还冷啊 对不对 没有错 所以天气变来变去 我们刚刚提到的全台湾哪里 湿度最高的是哪里知道吗 刚刚我们的下表已经有看到 下表已经看到了 可以偷看一下 外岛地区事实上 水气都比台湾来得高 第二名是宇都 宜兰 不是基隆在宜兰 在宜兰 这两个地方全年的平均都超过80 所以很可怖的 对 好我们看今天的暑夜 对暑夜 这三种动物我们人也是动物 对 龟 牛跟人 这三个比较起来 最耐寒的是哪一个 最耐寒的 最不怕冷的 应该是乌龟 就是乌龟 正月能到连乌龟都受不了 那就是很冷 就很冷 对 那到了二月 乌龟受得了 受得了 但是牛受不了 对 牛都受不了了 二月当然人也受不了了 到了三月份 最不耐寒的就是我们人类 到了三月份 牛受得了 但是人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对 那这意思是说 人都没有办法在这两个月 这两个月生存 生存 所以我们要包情景 我们会多穿衣服 对不对 所以这三个动物把它比较起来 就可以知道 正月是最冷 最冷 到二月慢慢没有那么冷了 到了三月又没有那么冷 但是代表说这个农历的三月 是国历的四月份 代表说国历的四月份 有时候还是会冷 所以这里面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就是说 随着月份的增加 慢慢的冷空气没有那么强 对 第二个含义就是说 虽然到农历的三月份 但还是会冷 国历的四月份 但有时候还是会冷 对我们人来说还是会冷 对 但对乌龟跟牛来说 可能就不冷了 对 所以台语在讲的 什么时候冬一才可以收起来 端午节 对端午节 不会降过乌龟 破虾不通膨 所以还没到 所以最近的天气还是会起起伏伏的 像今天大太阳好天气 但是后面又有变化 明天像夏天 后天又要开始冷 好 我们赶快来听天气的变化 时间稍微加抬 好的 来我们来看一看 还是目前户外空气品质的状况 中南部这一带稍微比较不好一点 来到对过敏族群 比较不健康 台中的大理 云里的斗六 还有高频大部分地区 那气污方面的话 跟昨天这个时候来做比较温度都有上升 马祖金门澎湖大概上升了两度到四度 台湾本岛这一带温度也都有比昨天来的高 刚刚也提到了温度在回升 不过昨天只不过刚开始在回升 幅度还没有那么大 明后两天温度回升的幅度会越来越大的 那地面图我们看一看天气系统的变化 主要当然是北边的高压 北边的高压昨天就已经慢慢的在离开了 但是还没有完全的离开 所以温度回升的幅度没有那么大 只不过昨天感受到没有前天冷了 那今天又往东边的方向移动出去了 冷空气再更为的减弱 到了今天晚上呢 高压更移动出去 强度也减弱了 台湾变成是在太平洋高压的边缘 主要吹的风 南风开始吹起来的 西南风 代表着说原本的冷气团 就是东北风 是北边下来的冷空气够多 就来到了强烈大陆冷气团 现在变成了南风了 这个风向一转变带来的空气就不一样了 南风南边的暖空气上来 当然温度就高 明天的南风更明显了 西南风更明显了 所以温度上面还会再更高 那北边的封面系统大概礼拜三下来 那北部东部这边下雨了 紧接着华南云溪进来的 中南部也会有短暂雨 封面过了以后后面的高压会下来 礼拜三的时候冷空气刚下来 所以只有北部东北部先降温 那到了礼拜四礼拜五 就连中南部温度也会下降的 那这个是未来这一个礼拜 从这个礼拜三开始影响台湾冷空气 你主要是礼拜三 礼拜四礼拜五 尤其是礼拜四跟礼拜五 那降雨的状况 卫星云图看一下云层发展的情形 刚刚我们看到滋留封面 未来会在比较北边的这个地方 慢慢再建立起来 那随着这整个封面建立起来以后 未来主要云层发展的位置会在北边 台湾这边呢 虽然说有一些云层从北部海面这边通过 但是位置会比较北边 这些水气呢 今天到明天不会影响到我们台湾 今天大部分情道多云 明天呢 刚刚有提到的西南风会更明显 所以温度会更高 那西南风把南边的暖空气带上来之外呢 南边的水气跟着也带上来 所以明天在南部可能会有一点短暂雨 那真正水气开始增加 大概就是礼拜三封面来了 礼拜三礼拜四封面后面 还有华南雨雨区进来的 那再从雷达这边看一看云层发展的状况 台湾这边水气比较少 所以当然目前没有看到有下雨的状况 就连平常比较容易有雨雨区发展起来的东部近海 也都没有这个雨雨区在发展 就可以看得出来水气比较少的情形 那气象鼠所预估出来降雨的状况 这个是今天白天没有什么降雨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也没有什么降雨 只不过南风慢慢有带进来一些水气 那等到了明天白天的时候 西南边带进来的水气造成了 屏东高雄台南的南边 屏东高雄这边可能有一点短暂 但是量不多 我们看到这个颜色都是浅蓝色的 代表还是有一点雨雨区会进来的 那紧接着礼拜二明天的晚上 到礼拜三的清晨 封面逐渐在接近的 北部这边开始下雨的 竹苗以北先开始下雨的 这个是封面礼拜三一大早就来了 那礼拜三的白天 封面过了以后 紧接着华南云气就进来了 那未来这一个礼拜的天气 还有温度上面的改变 我们看到明天 今天明天这两天天气比较稳定 大部分请到多云 礼拜三封面接近 紧接着华南云雨区进来 礼拜三礼拜四这两天 不只北部东部下雨 连中南部也有短暂雨 那到了礼拜五 华南云气减弱了 但是东北风都还在 所以封面的北部东部 都还是有短暂雨的 那气氛方面来看的话 今天明天这两天 温度都在往上回升的 到了礼拜三 冷空气开始下来了 影响大的主要还是 以北部东部为主 中南部礼拜三还没有影响 礼拜四礼拜五 应该是这一波冷空气最强的 来到了强烈大陆冷气团 礼拜六开始冷气团 减弱了温度回升 这个温度回升的幅度 就没有像最近这两天这么大 主要都还是有东北风在 不像最近这两天 东北风一减弱 南边的暖空气 吹南风就上来了 后面这几天应该南风比较弱 主要还是有东北风 所以还是有地形性的降雨的 那中南部这边的状况来看的话 主要的水气大概是 礼拜三礼拜四这两天 封面过华南云雨区进来了 就连中南部也会有短暂雨 大概是这两天的水气比较多 那在气氛方面来看的话 礼拜三冷空气刚来 所以对中南部没有太大的影响 礼拜四礼拜五温度就比较偏低了 礼拜六礼拜天温度再回升上去的 所以要注意的就中南部而言 还是礼拜四开始温度下降的状况 我们就来看一看今天 各地区详细的天气预报 先来看到的是在北部地区 那今天大部分是晴到多云的 白天的高温可以回升到25度上下的 另外中部这边晴到多云 白天的高温大概是来到27度左右 白天的温度也都上来了 感觉上有点热 南部地区也是比较晴朗 白天的高温30度上下的 这个感觉上是热的 穿短袖就可以 不过早晚都偏凉 有一点冷的状况 东半部也是晴到多云 高温大概在256度 基隆22度 外达的澎湖进门还有连江 都蛮晴朗的 高温大概在21度左右